儿子啊 听娘一句劝 你这天天待在家里玩手机 也不行了 你都二十多了 不管怎么说 也要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啊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每天就知道说这些 你烦不烦 真的是 我又不是不找工作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隔壁的长宗部也没有找工作吗 他高中毕业之后就待在家里 都快十年了 他家人也不说他呀 怎么就你天天说个不停 臭小子 你要气死我吗 人家长风什么家庭 他爹是村干部 他爷爷是镇上的干部 你爹呢 你爹还在地里挑大份呢 能比吗 你不奋斗 你难道以后 也跟你爹一样挑大份吗 挑大份 挑大份 天天就知道用挑大份来威胁我 好 你让我找工作是吧 我现在就去找工作 找工作 找个屁工作 现在哪有什么小工作 烦死了 叫叫叫 叫你妈的头 烦死了 疑 刘远 你在这里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呀 发呆呗 哈哈 是不是你娘又让你出去上班 是不是好哥们 知道我心情不好 还来刺激我 刘 你如果真的想去工作的话 我倒是能帮你联系一个福利特别好的单位 他们单位比较缺人 尤其是缺年轻人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白班和夜班两班到 每个月到手工资一万多 还有五险一金 福利还可以 但就是要胆子大 你要不要去试试 你吹牛的吧 这么好的事 你怎么不干 没有吹牛啊 是真的呀 我本来也想去 这还是我舅舅托人找关系给我找的 不过我妈最近让我相亲 没时间去 他们还是急招 我觉得你还是去看看吧 还是国企 你要是不想干就算了 我回头问问二狗 二狗也没工作 你不去我就让二狗去了 那你把地址给我 我一会去看看 如果真的是国企 那我就干了 咱们都是从小玩到大的 你不能夸我 看你这话说的 我是那种人吗 真的是 我先回家了 你自己去吧 好 那你回去吧 如果OK了 到时候请你吃饭 不用客气 小意思了 算了 大哥你好 我是刘家村 刘长风的舅舅刘俊良介绍来的 说你们这里招聘 是在这里面试吗 哦 你说的是俊良书记吧 对对对 是我们这里在招聘 你进来聊聊吧 你好 我听说咱们这里是国企 怎么没有办公大楼啊 一般国企不都是有办公大楼的吗 这小子难道不晓得 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吗 小哥 你来的时候 没看我们的门头吗 我们这的确是国企 而且工作简单 就是推锤车 拿拿东西之类的 要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胆子大就行 你胆子大不大 门头我还真没注意看 不过既然是国企 那肯定行 我胆子还是挺大的 那个大哥 为啥咱们要胆子大呢 哎 现在的年轻人走路都不看路嘛 之所以招聘胆子大的 那是因为咱们这里是火葬场 你胆子不大 肯定干不了啊 火 火葬场 卧槽 真的假的 那个大哥 我 我考虑一下 哎 就这怂样 我尼玛 真的是火葬场 难怪刘长风这个家伙不来 操 谁爱干谁干 老子回家玩手机去 喂 哪位 小远 我是俊梁书记 你赶紧来医院看看 你爹挑大份的时候 不小心掉和去离腿摔断了 现在正在医院呢 赶紧来看看 好的 我马上去 书记好 老妈 我爸没事吧 怎么样了现在 老刘本来腿脚就不利索 这次一摔 哎 恐怕以后不能干中活了 小远 你是你们家的男子汉 以后要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了 拿个什么 医药费我已经垫付过了 我就先回去了 谢谢俊梁书记了 钱我们会尽快还给你的 不着急 你们先照顾好老刘 妈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中午出门的时候 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就腿摔断了 我也不知道你爹咋弄的呀 我也是接到俊梁书记的电话后 才知道他摔了 也没想到摔得这么重 还是他帮忙交的 五千块钱住院费 哎 医生刚才说 你爹可能以后会变成瘸子了 不行 我要去看看他 孩子 你爹还在昏迷呢 医生也没说什么时候醒 哎 你们是刘铁柱的家属吧 对对对 医生 我是他爱人 这是我们儿子 铁柱现在怎么样了 刘铁柱先生的左腿 应该是被野兽撞击导致的 看样子可能是野猪 幸好只是撞到了腿 没撞到其他地方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以后也只能靠拐杖了 医生 那 那还能不能恢复 哎 都是相礼相亲的 我也就跟你们说实话吧 刘铁柱这个腿治疗还是能治疗的 只不过手术费太贵了 至少要二十万 而且还要请大城市的医生 过来做手术才行 可关键是你们能拿得出钱吗 这 居然要二十万 天哪 对啊 而且必须要一年之内完成手术 否则终身残疾 我去给患者开点涂抹伤口的药 过几天就可以出院回家调养了 妈 居然要二十万 妈 还要一年之内做手术 不然就终身残疾 老天爷呀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呢 妈你别哭了 一年之内二十万 我来想办法 妈 你起来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这个工作工资挺高的 一个月有一万多 我今天去面试过了 通过了 我本来想上班再跟你说的 你也别太担心了 做到年 然后咱们再借一点钱 咱们再来医院给爸治疗 乖儿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的妈 我今天下午刚面试的 是刘长风介绍的一家单位 福利待遇啥的都很好 糟了 好像面试的时候还没有确定 那个老妈 我先去单位里面跟老板说一下请假的事 过几天再去上班 本来已经说好了的 但遇到老爸这个事 我先去了 你在医院照顾好爸 我晚点再来 你慢点 干了 我葬场就火葬场吧 老天保佑这个工作 还没有其他人去面试 老天也保佑我 嘿 你小子怎么又回来了 大哥 那个 我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这份工作 我什么都能干 哎 这就对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非要说什么东西可怕 那我告诉你 穷最可怕 行了 既然你是俊良书记推荐过来的 那肯定也没什么问题 面试就不用面试了 不过为了检测 你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你先实习一个月吧 薪资待遇和正式工一样 只是没有奖金和提成 你要是愿意干的话 明天晚上就过来上班 正好有个师傅可以带你几天 好的 我愿意 我什么都能干 老哥你能告诉我 实习期的工资多少呢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实习期和正式期工资一样 虽然你刚来 不过咱们这份工作 一般人也干不了 咱们的标准是一万二一个月 外加无险一金 现在排班的话 只能排到夜班 半个月一换 所以你明天晚上过来实习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就是夜班的时候 需要做哪些事情 很简单 检查一下停尸房 然后看看最新来到 咱们火葬场的尸体 是不是摆放整齐 有没有什么异常之类的 这 尸体 尸体还能有什么异常吗 你先回去吧 具体的工作事项 等你明天晚上过来实习的时候 和你一起值班的同事 会告诉你的 好的 那大哥我就先走了 明天晚上我六点过来可以吗 嗯 去吧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中文字幕订阅 中文字幕——iafim